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了我们上课的一个方便性 我们把这张图啊 把这张图呢 我先把这张图改成这样子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都是有特殊意义的 这绝对都有特殊意义的 我们后面才会讲到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有一个资料表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要去看每一个客户 他跟我们的往来情形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比较简单的做法 最好是做出一个客户名称跟那个总价 然后接下来做一个直标图 群组直标图 然后排序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资料表 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它排序 按照总价来做排序 然后再点它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了 因为它的一个优点就是 当我们今天看某一家 它的一个情景 但是留不下那个变动 例如说我们总要有比较依据 请问一下 例如说我吃一碗饭 这样算多还是少 没得比 好 那如果十年前我也是吃一碗饭 这样就说应该是十量差不多 就是有得比 好 所以我会希望说留下所有的数值 那你看第一名 第一名 他是不是每个月都跟我们有往来 基本上应该算是每个月都跟我们有往来 这样算不算是第一种情形 我们可能 如果你可以的话 先把客户 假设分成良好客户关系 这算不算是良好客户关系 算吧 好 接下来呢 第二个 有看到 第十个 有看到 他一直有间距咯 接下来这一个 有看到吗 最近开放 再点他 有看到 就是 他的一个间距 间距 再往后 去看 有看到 好 那请问一下 像 开始这边有的 后面没有 还有一种是 前面没有的 后面有 是不是又可以再把它分类 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稍后我们要用 写程式的方式来去把客户做分类 你觉得客户要不要分类 客户要分类嘛 对不对 好 例如说好了 就是我把那个澳洲来的客户呢 好 就是可能 请他在线上等待的时间 就让他慢慢的 例如说 那个 某一家什么 什么 购买 电视购物 因为现在好久没看到那个 电视购物了 就是假设他一直退货 就是买来试用 可能5天他就退货 那他再打一通电话进来 OK 我们快速的大数据分析完毕 这个是澳洲来的客户 我们就怎么样 让他在电话里面慢慢的不能得罪他 不能得罪他 不能得罪他 让他等个10分钟 他自动会挂掉 挂上电话 对吧 或者是你那个东西给他又再去退货 那个东西都不能再贩售 你们知道吗 那个东西可能就要变成Outlet 像iPhone直接销毁这些东西的 我是说真的 就是看他一个2万多块的东西 他就直接销毁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会希望说你去思考怎么去看 这边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客户分成 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会做这样分类 第一类的第一类的 我跟他推销什么产品 他都可能会跟我买 那第四类的可能就是澳洲来的 我可能就什么都不推销了 直接放弃 所以我在这边我多做了这张表 先看看他 好 这一个客户每月都跟我们有往来 第二个客户 好 也是 第三个 也是 好 这边有两个月没有跟我往来 那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 像这种可能属于中间这一类的 我是不是就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这边有跟我们有往来 这边没有 这边有 有 有 这个 没有 对不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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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猜下个月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对吧 因为前面的过往经验告诉我们这件事 就是一个月来 一个月不来 然后 来了两个月 一个月不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预测说这个月不会跟我们往来 那这个月没有跟我往来 对不对 下个月会不会跟我们往来 会 所以你就主动的出级 然后可能打一通电话询问一下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把下一个月可能会跟我往来的客户列表出来 然后提供给客户 提供给业务人员 业务人员 在逐一的去做拜访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得到相对应的订单 可以知道 这都是大处去分析我们一定要走到的那一条路 好 就请你们再多做这一张 来去了解这样子一个客户的行为模式